欢迎收看新一期的游戏视频,大家好,我是阿姆西 那么我们今天的话来给大家做一下我们全面真正三国梦阔党的完结篇 就是最后一期 那么这一期的话呢,拖了有一段时间了 那么为什么拖了那么久呢 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全面真正打到后期 最后收关的时候呢,实在是太繁琐,太麻烦了 像这期视频的话呢,你看这个长度还是比较短的,对不对 但它是八个小时,整整八个多小时的浓缩内容 所以这最后一期虽然说来得晚了一些 但是我认为诚意还是满满的 现在是第82回合 我们先不看天下的发展怎么样 因为我们又往外推了很大一块嘛 先来看看这个家伙 狄卢居然选中了我们梦阔 不选中刘备了 为什么呢 我们来外交里面看一下 宋公国 收狗小能手,你们看到收了多少口了 刘备,孔荣 元树皇族 刘待王匡 还有一个张秦桧 在他收刘备之前啊 曹操是刘备的狗 宋公国把刘备收了之后的话呢 曹操又再一次的独立了出来啊 有点意思 我看看能不能把曹操直接收过来啊 不行啊 但是没有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孙策我们已经可以收进来了 看到没有 贸易行丁的话他已经签满了 我们就没办法给他签了啊 5点5点无所谓了啊 直接给他签掉 是是如此 不得不认 曹操想和我们组建联军啊 曹老板啊 我觉得吧 还是让你成为附庸比较好 哎呀30级啊 才 我们把南洋星野这块地啊 刚打的我们直接划给曹老板啊 直接扎了15.2 然后再给他一头野猪补补身子 这样的话呢 曹老板也就成为我们的附庸了啊 贸易行丁签不了啊 那就不管了 nice 第一条狗是孙策啊 第二条狗是这个曹操 哇 我们这个狗的质量有点高啊 曹老板这里的话呢 有五座城啊 然后呢 两只满边左右啊 前线的话呢 亲自领军和刘备的关云长对阵 我的天哪 不过曹老板目前找了我们南蛮座靠山啊 那这个情况不必这个僵持下去了 刘表要给我们 刘表给我们八千块钱和我们和平 那他肯定一副用来 五十多 你们看到没有 刘表被我们打到了 还剩 也就只剩一座城了 那就是正常 nice 我甚至还能问刘表要点东西 你个穷光蛋 啥也没有啊 最多能要到三千八 又收到一条狗 你这是提议吗 我能不同意吗 蹭蹭啊 哎呀这个小霸王孙策他边儿的独立了 好烦 我感觉曹操也要效仿这个孙策了呀 问题是我们还不能吞并他 因为我们南蛮和他们这个正统的汉朝派系是不能互相吞的 哎呀太恶心了 现在是第九十位核啊 之前我们看曹操的地的话是六块对不对 看看这个刘备的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我估计他应该有十六块地左右 岩白虎我才打了几个成啊 这样和我一和了 四十五啊 哎哟 哎哟我的天哪 这是我没想到的呀 岩白虎啊 老怂蛋了呀 给他两只小老鼠啊 我连野猪都不用送 哎呀太容易了 孙策的老家被我打掉之后啊 然后呢 我跟他和平家附庸又可以了 看到没有 哇 这个人真的 就是欠打 我跟你说啊 咱们还是把他收回来吧 汉室走向末路 此乃顺应天意 泱泱大国陷入纷争乱世 曾经的诸侯 如今各怀鬼胎 旧世已亡 天道轮回 其实已终 天下之势瞬息万变 第九十四回合 实力增长 盖世雄主 你坐拥至尊之位 令天下臣服 在您的恩威病逝之下 不仅难瞒不重 乃至整座天下的百姓 都忠心的拥护您 期盼您能刻成大统 尽管胜利就在眼前 但这漫长的旅途 还遇下最后一段 等待您去走完 而他才刚刚拉开序幕 终于是称帝了啊 夺位者宋公国 夺位者刘备啊 果然是这俩小子啊 一个老元一个老刘啊 董明这里的这个傀儡汉帝 这个退位了啊 不对啊 而是跑了啊 跑到宫山里面去了啊 你们会发现就算我们称了地啊 咱们的这个旗帜啊 还是一个这个憨憨的脸 看到没有 没有像别人的这个国号啊 像汉啊 像宋啊 像魏啊 都没有 我们还是一张脸 这是我没想到的啊 那这样子啊 咱们把首都呢 迁到这个江陵来 这个江陵的话 大家可能有些人知道 有些人不知道啊 他就是关于当年 这个大义师荆州丢的荆州啊 所谓的荆州城 就是这个江陵城啊 而江陵的话呢 还在这个长江边上啊 还是非常不错的 更关键的 他在天下的中心 你们看到没有 既然我们变成帝国了嘛 这个偏安的这个建领 我觉得不太合适啊 不太合适 于是乎 我们南蛮王国 迁都江陵城 咱们的战神组 竟然在经兆长安之中 看见了吕布 吕凤仙 哎哟 正好让我三位战神 与你摆摆万子呀 妙啊 陈天的话呢 部队还是挺多的啊 但是我们的部队的话呢 有点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个部队啊 是整活部队 是为了给大家 在最后一期中 这个拿火神星图整个活的 那么这场的话呢 是我们火神神选 在南蛮这个系列里面的话呢 第一次出场 虽然说我很早就把它证目了 但是呢 一直没有机会出场 直到今天 将武帝吕布 堵在了经兆长安之中 我们无数举着火把的火神神选啊 将这座城市团团包围 但是 将敌方的这个城楼啊 箭塔给它射掉 另外一边这里的话呢 把敌人这里的一个投石机 尽快把它射掉 因为这地方是这个金兆嘛 所以说的话呢 这个有投石机啊 然后那边的话呢 还有一个弩车 我们尽可能一两轮之内把它射掉 把它射白就可以了 然后由于呢 但是下雨啊 所以说的话呢 我们需要好多支部队来射击 这张情况下的话呢 我们这个火箭一轮能干掉一个箭塔 但这次的话呢 我们需要三支部队射两轮才能干掉一队箭塔 就是点燃啊 然后这个位置 就是弩车 他弩车的话 好像射了一轮吧 还是没射出来 那个投石机的话呢 是射了一轮 这个的话呢 非常轻松啊 就被我们这个压制住了 但是呢 我们在射击这个城墙上塔楼的时候啊 敌方规手的话呢 一直在射我们啊 然后呢 这边一排射完 这里还有一个啊 然后把部队拉过来射一下 然后我们整个正面的话呢 根据惯例 撸城门 一定会撸进城里面 哈哈哈哈 所以说的话呢 我们尽可能把他们早点拉出去啊 待会如果城门关了的话呢 就没有机会拉出去了啊 待会吕固要杀出来的话呢 我们这个三个人还真不一定打得过啊 虽然说这个里面的吕固 没有我武器吕固那么强啊 但着实也是不弱的 然后呢 来看一下我们沙漠科的这个这个数据啊 他有66的闪避 7000多的破甲 122点的士气啊 然后呢 142的移动速度 还有远程的弓箭啊 非常强 沙漠科啊 但是呢 我们的悟吐固也不弱 2000多 6000多 然后我们的带来洞主 6500多的破甲 这三个人真的就是战神 我跟你们说啊 按理来说的话呢 三个人单挑这个吕固 应该也是可以打的 因为毕竟吕固也才2300 3500嘛 但事实证明 吕固还是吕固 具体吕固有多强啊 待会我们就知道了 咱们这里 弓箭手裂好阵 因为的话 你要把他摆在敌方射击范围的这个 就是边缘 然后呢 一起上去 将那个箭塔射掉 来上两轮啊 将他的火焰拉到100啊 也就可以了 然后呢 射完这个箭塔 咱们就直接开始 对城内的弓箭手 我们进去射击啊 但是你射他的话呢 他就会直接开那个什么 对就是玩意儿啊 开这玩意儿的话 你射他的话呢 就就是效果会非常非常差 而且的话呢 这个玩意儿还会造成 这个游戏的卡顿 我不知道是贡神的bug 导致了这个游戏卡顿 还是他开的这个物 我感觉是开的这个物 你们还记得这个物刚出来的时候啊 这个 我一排部队开物 然后游戏直接卡顿了 这个事情吗 如果是老观众的话 应该知道啊 他这个物的话呢 挺有问题的 挺有问题的 他这边是连开了 应该是三朵物啊 三陀物吧 开了物之后啊 生效果真的非常差 你看 他血都不掉的 看到没有 哎 血都不掉的 不过呢 我们还是要射 压制他们 然后进而把他们的事意打崩 城外的步兵们啊 也已经推到了城下 我们大概让两三队的这个 火神神血啊 去直接进攻城门内的敌人 然后呢 让其他部队的话呢 爬成长就可以的啊 把城下的敌人给他逼下来 夜晚的城门口 从来没有这么清晰过 还是举着火把他得轻啊 灯笼什么的 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 咱们的火神神血的话呢 特点就是和任何的部队五五开 应该是六四开啊 就是呢 都可以付出自己非常大的代价 然后呢 将其他击溃 尤其适合打这种杀害不怎么高的 然后防御比较高的敌人 是不是很有感觉 感觉后面有人放 然后他们从火场里面冲出来的那种感觉 他配合后面的剑语 真的有一种美如化的感觉哦 既然你进来了 吕布也要过来了 对不对 信念永存 哇 这个太帅了 太帅 就是有一点卡 感觉出来了 但其实这个人数不应该卡的啊 要么就是火箭这个 和普通宫殿的差别太大了 要么就是这个工程霸准啊 不然不可能这么卡了 我们关键手的话呢 配合将军 然后将军的话呢 放一些技能啊 把他们打东 试一打包应该是没问题的 吕布 已经杀了过来 看一下三打一 飞将军吕布 能打出什么样的战技能 三打一啊 那么沙漠科怎么一个照面就已经残血了 你看到没有 但吕布也被我们两刀砍成了半条血 看到没有 然后吕布连砍三刀 我的天哪 沙漠科还有二百八十点血 二百八十点血 所以说啊 沙漠科对抗吕布的话 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的攻速太慢了 沙漠科没有倒 本身只有半条血 带来军主直接去世 然后 乌凸骨过来 一刀 带走吕风鞋 然后这个地方啊 我们的沙漠科 因为带来军主死了嘛 他现在的话 回了一点血啊 现在是1.2万啊 但是带来军主后面死了 他怎么死呢 我看看啊 他刚刚一万两千点血啊 又没有巨马 你是怎么死的 就算被这个剑塔射影 一下就一千点血啊 你这一万二十怎么死的 有点莫名其妙了啊 那么这场的话呢 我们这边杀敌数的话 弓箭手是一百七十五 一百五 二百七 一百三十五 八十八 步兵们的话杀的不多 然后我们将军普遍在一百杀左右啊 主要是和对方的吕布进行了交锋啊 然后吕布的只杀了我们一个人 然后我们的沙漠科的话呢 还莫名其妙的这个阵亡了啊 所以说这场我们只有这个 悟吐骨全身而退 第一百回合 我们获得了一匹当事名马 这是一匹什么马呢 他居然是抓黄飞电呢 哎 我玩了这么多个党了 第一次见到抓黄飞电 我跟你们讲啊 不得了不得了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 抓黄飞电 绝影 狄卢 赤兔啊 我们就都见过了啊 咱们现在的话呢 已经是攒了十一万的钱了啊 然后咱们家里面的话呢 你看大型兵营已经造完了啊 有这个东西在 我们就可以拉这个全军满边相兵了 没错 是全军满边相兵啊 那么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把家里面一些没有造完的兵营啊 立刻给他造完 每造一个这个兵营的话呢 都可以提高我们这个相兵的这个容量 那相兵立刻的话就有三个容量 对吧 一个兵营就是三个 然后咱们这里的话呢 大概是准备了有十个左右的兵营 咱们先把梦霍这里的相兵的话呢 全部都换成这个看到没有 战相啊 咱们这一种战相的话呢 只有一头其实啊 实际上两头的话呢 是这个南蛮相兵 看到没有 这南蛮相兵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远程弹药很多啊 但是的话呢 他的这个冲锋实力啊 是远远比不上我们这个战相的 然后呢 这个地方 祝容这里的六队火攻啊 我们也不要了 咱们搞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相兵啊 这就是一个纯相兵部队了啊 纯相兵部队了 然后呢 干嘛呢 把这里的部队踢掉 然后我们到战胜组这里 你会发现相兵的容量刷新了 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可以把全军全部变成相兵的这个原因啊 这个你只要稍微花个最多两个回合吧 你就可以将全军全部变成相兵 但是这个东西的话呢 你必须要科技解锁到了啊 就是解锁了那个殡影之后的你才可以这么干 所以说的话 你之前是不能这么干的 也就是 也就是这个科技 祖先传承 所以说我们现在弄的话呢 可以说是这个正正好好 下来的话呢 我们的战胜组也是全相兵了 招完的话呢 把这边的部队啊 全部给他踢掉 然后把战胜组踢掉之后的话呢 再过来把我们炎梁这里啊 也全部都变成满边相兵 好的 搞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还剩下了1.2万啊 所以说我们11万啊 花了10万块钱 盖了这个兵营 然后的话呢 把三支部队啊 全部替换成了这个相兵部队啊 所以说后面的战斗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非常非常的期待了啊 看看什么样的敌人啊 会面对我们全相兵的突击 第111回合啊 我们这里的悉尼部队啊 已经是将蜀汉的国都狼牙 围困成功了啊 我们现在可以一局将其拿下 那么再来的话呢 就只剩下了袁绍 宋国内一个皇位 一个国都了 不再是皇帝 蜀汉 我们把蜀汉灭掉之后的话呢 我们现在才算是三地位之一 然后的话呢 还有袁绍和这个公孙赞 两个皇帝啊 咱们还需要再干掉两个这个国都才可以 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啊 以往我们正统的汉朝派系的话 只需要干掉其他两个这个皇帝就可以了 对吧 这边我们要多干一个 然后整个北方的话呢 目前是一些什么势力呢 有一个董明 郑江 有一个韩复 刘备啊 还有就是这个公孙赞的燕国了啊 还有就是袁绍的宋国了 这个南边的话呢 也就剩下一个世界王了 还有一个刘瑶了 那种小势力的话 要么是被我灭了啊 要么是已经被我们收成附庸了 然后呢 这段时间除了我们打开那么多将育之外的话 就是把我们的部队的话呢 又进一步的强化了一下啊 像我们这个地方 全部都用上了这个猛虎战士啊 达到了700多这个 初步加成的一个猛虎战士 就没有用那个猛虎投尸兵了 然后呢 像我们孟霍本队的话呢 全部都换成了战相啊 之前我们换部队的话呢 还换了不少这个南中相兵呢 现在全部都统一换成了战相部队 再配上三只buff的南中相兵啊 达到实力之外啊 其他的话已经算是最强最强 咱们老家这个建顶的话呢 已经是被我设到这个八级城市了啊 我好像设到话呢 倒也不是为了这个建筑格子 主要是为了这个人口上限啊 因为你们会发现 我们这个南蛮派系这个人口啊 是加输入最多的一个板块了啊 加了1850 工业也才1300 就是我们这个建顶啊 当地的话呢 已经有了365万的人口 在公元200多年的时候啊 你们能想象 南中已经有了300多人口吗 就一座城市啊 有300多的人口 而且还不止他这一座城市啊 你看隔壁的 350 300 350 30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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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317 200 啊 东汉的人口数据的话 大概在6500万左右 然后到了三国初期的话呢 人口大概只剩下了2300万左右啊 短短几十年 中国失去了60%的人口 超过4200万人口 这个损失啊 也不一定是死了 可能是这个没有记录在案啊 总之是只有2300多万 然后在我们南蛮王国的治理之下 现在人口已经恢复到了8000多万 咱们目前的话呢 已经在意的部队的话呢 是9支满别 再加上我这边可以拉出来的炎梁队啊 大概是10支满别 那么10支满别的话呢 部队数量是多少呢 每支部队的话呢 如果说按这个步兵来算的话 大概是在4000人左右啊 像说人数特别少的是那种纯项民部队啊 那么我们就按每支部队4000人来算 10支部队是多少人 4万人 8000万的这个民众 只能供养得起4万人的军队吗 要知道在这个三国时期的蜀国啊 就那么一个西蜀之地 也能供养得起那么几万人的军队啊 咱们8000万人也才供养得了4万军队 诶 什么 黄叔你 啊 哦 刘备只有一座城了 哦 然后那个什么 孙权在刘备这边做事 然后刘备又成为了我们的附庸 哎呦 曹操也是我们的附庸 太妙了 太妙了 第116回合 宋国国都河内 被我们这里的两支特殊满边围棍 黄河对岸的有敌人一支援军啊 敌人的部队太分散了啊 他们一直不把部队聚在一起 哎呀 等不及了啊 咱们就先把他的国度拿下吧 这两个都是权权战士是吧 那就一起打了吧 我们只能把他先有的一些部队给他打散啊 打散之后的话呢 期望他后面出来的部队呢 可以聚在一起 哎呦 袁绍的儿子袁绍 我已对你网开一面 再次攻获皇位 袁绍也不再是皇帝 在我找寻了很多个合格之后呢 终于被我找到了宋公国 两支满边 然后呢 质量非常的高 敌人这里的话呢 是孙策 李爵 太史词 淳于琼 郭怀 还有一个这个无名之辈 然后呢 关键是部队比较强啊 河北卫军 这里四队 对吧 这里夜国勇士 昆帝护军 各种各样的骑兵 河北卫军 斩马竞足 前天卫军 前天卫军 昆帝护军 昆帝护军 各种骑兵 还有夜国勇士 哇 这个部队质量 我跟你们说 你真的很难找到 比这更强的敌方军队了 是不是 敌方这里的数量的话呢 也非常多啊 这里大概是五千六百多人 那么咱们这里的话呢 是大概两千出头一点啊 主要因为我们这边是相兵啊 这个部队呢 并不是很满啊 包括我们这边的这个 蒙湖部队呢 部队也没有满啊 但是没有关系啊 好不容易找到这个机会呢 我们就不再等了啊 我们就把这一战 作为我们整个南满岛的这个收官之战 这场的规模的话呢 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咱们这边部阵的话呢 是两亿摆上蒙湖部队啊 和敌方骑兵 进行这个对撞 如果说敌方骑兵这个不巧的话呢 被我们先冲撞到的话呢 可能他就直接废了 如果说是对撞的话呢 我们蒙湖的话可能会吃点亏啊 但是呢 对方的损失肯定也是小不了的 然后呢 我们中军的话呢 是放我们的这个火神信徒啊 然后点在前面吃伤害 然后后面的话呢 就是大量的相兵 我们争取一波 击溃敌方 你们可以猜一下啊 敌方这种超精锐部队 会不会被我们的部队一举拿下 整个战场的这个战场宽度的话 大家看一下 我是尽可能的拉到了这个宽度的极限啊 因为说如果宽度不够的话呢 我们这个部队的话呢 没有办法完全的发挥实力啊 那么敌人这一部队的话呢 你们看 整个左边路啊 大批量的起兵 直接向我们这边这个蒙虎部队这边冲过来了 然后整个正面的话 你会发现基本上所有的部队都是金框 看到没有 这就是顶级部队的标志 然后呢 我们这边将军的话呢 去驱赶一下敌方的这个弓箭手啊 这个我就不追处了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看一下蒙虎部队和骑兵部队的一个对撞 敌方还往我们这边放技能 然后呢 打自己人屁股啊 太妙了 我的天呐啊 蒙虎冲骑兵啊 有些蒙虎不知道为什么啊 他可能是因为我是那个锁住往前A的 他可能是把目标定在了敌方将军身上啊 所以说的话呢 会有这样的问题啊 不过呢 由于有40支部队啊 这种小地方的话呢 可能就没有管道了啊 整个正面 步兵 整个正面的话呢 相兵直接冲撞 不管对面是什么东西 直接往前A 全部踏平 一波冲锋完成 大家看一下啊 左路的话呢 还好一点啊 咱们这边好像和对方是交错中啊 整个中央战场已经是 瞬间溃散 就相兵往里面那么一走 对方就没了 这个是顶级部队哦 因为刚刚你们看的不太清楚啊 我给大家用这个UI 打开UI再回放一下啊 你们会发现一波冲锋 真的就把整个正面冲没了 无论你是前天卫军 还是迟到明明 反正就是一波冲没 所以碾压级的实力 这个不是不是吹的啊 真的不是吹的 而这个左边路啊 他不是这个骑兵和我们那个 那个那个蒙虎部队打到一起了吗 看似我们的蒙虎部队损失不小啊 但是他的这个骑兵 你们看 哎也都溃了 对不对 他的战将的话呢 全部集中在他的右路 所以说我们这边老虎的话 会遭受一个进一步的损失啊 但是整个正面和这个左路的话呢 很快就会我们打崩 然后我们可以把将军抽掉过来啊 将他们几个将军击溃 也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少数几个没有被一波冲垮的军团 那你单挑的话呢 已经开始了啊 不过呢我们不急 因为如果我不抓紧时间 看一看相兵屠戮的话呢 就没有机会看到了 带来洞主和太史词 太史词是一个绝对的猛将 我觉得在这个正常里面 是不可能打拨带来洞主的啊 但在游戏里面 毕竟我们带来洞主 培养得非常好啊 无论是装备 还是这个属性都非常高啊 所以说击败太史词的话呢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直接带走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理诀啊 这在和沙漠科单挑 那这个呢 就没有任何的悬念了 对不对 老虎呢就是可以在单挑的时候啊 然后呢攻击单挑的一方 然后的话呢就可以起到一个什么 就是可以起到一个白嫖的这么一个作用 不过呢我们这边的话呢实力压到对方啊 所以说的话就没有必要了啊 这个老虎的话只是这个顺势路过啊 A场这么两下 本场结束 实施大截 最终之杖打完 敌方六个将军被我们抓住了四个 郭怀富有魅力信念如火 深暗人情乐善好施 性遭释放 孙策曾经贵为一国之主 现在流落到了宋国 又被我们再一次正面击败 居然愿意加入我们了 这也是唯一可以将他国领袖啊 招到手下的这个方式啊 就直接把他打灭国 打灭国之后的话 他会转偷到别的派系 然后你再次把他击溃 然后放他 或者说哪一个跟他关系比较好的人 然后去招想他啊 他才能招想过来 哇 孙策 英勇为交恨自大 信列如火 斗志昂扬 尽职尽责 性遭招揽 NICE 太者词 桀骜不逊 得招之人 咄咄逼人 思维创新 尽遭 尺放 李绝 英勇为卢宝冒进 骄恨自大 坦诚相待 遍体鳞伤 也遭 释放 一场六个将军 被我们抓住了三元名家 然后投降一个 释放两个啊 还算不错 本场的话呢 我们一共是2145个单位啊 因为我们这边都是老虎和这个大象嘛 什么用单位来形容 我们阵亡了339个单位 对方5762人超顶级部队 被我们当场歼灭4700人 剩余1000人 仓皇逃离 我目前的大军的话呢 正在前往燕国首都的路上 然后呢 燕国看到这个海面上有我们的军队啊 就直接跪地想和我们求和了 但是我觉得可以接受 等待会我的部队 把他首都这个 首都在这啊 把他首都围住之后 我们再突然宣战就好了 那么现在是第125回合啊 我们现在就和燕国撕毁条约 兵不厌诈呀 我的公孙三 当然我们为的并不是公之座城市啊 公之座城市的话 只是为了让我们正式完结的时候 也就是现在啊 版图更加的这个宽广而已啊 那么现在大家看到没有 两只漫边已经围住了燕国守株 瞬息之间即可拿下 燕国从之前的宋国还有蜀汉一样 快去 正式退位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天下三个地位就全部归到了我们南蛮王国猛祸的头上 整个天下的话呢 目前江南这里剩下三个势力 盛县 王朗 盐 白虎 然后呢整个河北这里的话呢 有六个势力 周焕 镇 江 宋 你怎么还叫宋呢 国度被我拿了你怎么还能叫宋呢 你看人家公孙三的话都已经叫回公孙三了 你应该叫回袁绍才对啊 袁绍 韩复 公孙三 孔融 像这个刘备和曹操的话呢 已经是我们的附庸了 包括刘备手下的那个孙权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附庸了 所以说的话呢 整个天下只有九位诸侯了 在205年的时候 整个中原的话呢 还是一片混乱 而我们在十年之间 几乎平定了整个中原 那么这些诸侯里面最明智的就是曹老板了 真的最明智就是曹老板了 这么大一片江云看到没有 如果他不臣服于我的话 他怎么肯打这么大一块 对不对 他那么多回合一直只打那么一块 跟了我之后 瞬间地盘扩张了一倍有余 那么除了我们在这个 官职列表上的这些人物之外呢 咱们这里的家族与将领里面啊 还有这么多的一个人物啊 这里呢 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南蛮将领啊 除了这个韩颖月静这些人啊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有很多的这个汉将啊 比如说陈宇啊 炎梁啊 孙策啊 陈朴啊 徐荣啊 快良啊 弥芳啊 卢职啊 沈佩啊 还有若干的一些天才啊 这些没有名气 但是被我保留下的呢 说明都是天才啊 然后还有曹淳 李爵 包括袁绍的儿子 袁绍 然后呢 还剩下一些这个南蛮的一些这个青年将领 那么这些人啊 就组成了我们南蛮王国 目前的班底 好 那么到这里的话呢 我们的南蛮岛啊 也就给大家彻底完结了 让我们下个系列再会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